大家好,欢迎来到热线946888 今天再次为大家请到了蒙特利尔小哥 来,下面的时间交给他 雷哥好,大家好,我是蒙特利尔小哥 那么作为2023年的一个年终的分享 我对于这个主题的选择犹豫了一段时间 最初我是想更详细的解读一下 这个地方所代表的极端女权 但是后来我发现丽萨这个风马秀之后 好多视频对女权的讲解肯定比我好了 而且单独说女权问题 只能说是看到了表象 它本质其实还没有真正的探讨 那我就想那就得理解一下 这个西方极端女权的这个内在逻辑 可是学习和寻找资料的这段时间 我就发现要想研究女权的内在逻辑 其实研究的不是女权 而是研究人在社会中的价值是如何体现的 那人的价值这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终极的哲学问题了 而且这个哲学问题还分了两派 一派是你用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理解 一派是用唯心主义的角度去理解 而且说到人的价值 你又不得不讨论人性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要想真正意义上的 把这种终极的哲学问题说清楚 或者说给出一个完整的结论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我想通过这一期的分享呢 再结合我今年很多这方面内容的信息 比如说消费主义 比如说浪漫主义 比如说上一期的宗教等等 我觉得想通过这一期呢 给出一种解释 解释说为什么西方政治的乱象 不断出现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当然我也一直在做这件事 就是解构西方的政治 那么我呢 只能说我只能去简单的去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我不能太过于深入的说 因为说太深的话 一方面它的专业性太强 我不认为我能说的好 另一方面要真的深入探讨的话 不出本书 那是不可能做清楚的 那么先简单说一下人性 人性呢 是存在很多客观的弱点 这些弱点呢 不会因为说这个人信不信上帝 有没有宗教 就消失 不会因为你的这个政治或社会是自由民主的 而发生改变或升华 更不会因为某个人种 某个民族 某个血统的不同 而出现不同 人性是所有人都存在的 那么西方 以及公知职人的他们的宣传是干嘛呢 他们往往是找出某一个社会当中 百分之一的精英 然后去对比另一个社会中 百分之五的渣子 然后就得出结论 某某社会不如某某社会 某某民族不如某某民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社会它不民族 它不自由 这个民族呢 它不信仰上帝 那这就属于胡搅蛮缠了 大家听个乐就可以 但千万不要相信他们这套话术 人性的弱点 其实在哲学层面上 你可以简单说成就是 人对于某种追求的极端行为 一个最简单的比方 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 追求更多的尊重 追求崇拜的目光 追求财务自由 追求美人环绕 追求金榜提名 权力帮身等等等等 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感觉到自己的价值 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得到了 或者说在某种层面上得到了体现 而这种体现又刺激了我们的 一种心理状态 让我们感觉很爽 很舒服 打个比方 以我为例 我有贵族头衔 买来的 这是什么 这是一种什么表现 这是虚荣的表现 就跟某些人 他希望成为民国大小姐一样虚荣 你这叫入乡随属 我当然 对 我也有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的这种追求 对不对 所以偶尔我也买个彩票玩玩 这是什么 这是投机心理 这是用躲博心理 我也希望用 我也希望别人用尊重 崇拜的目光看着我 所以我拥有了高届牧师的身份 我可以去聆听别人 我通过聆听的方式 让别人得到了一种缓解 这样的时候 他们我虽然可能无法给出他们真正想要答案 但是通过这种聆听 缓解了他们内心中的某种焦虑 给他们一种宣泄的窗口 于是他们和一些教会的成员 他也会用一种尊重的目光来看着我 这就这个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这就是人性的弱点 但是人性的弱点 当我们这个所谓物极必反 当我们对于财富美女权力等等等等 他过分的追求的时候 这就是一种贪婪以及极度欲望的表现 而这种贪婪与欲望 就是我们的我们人性的弱点 对吧 所以我们也经常说不要去考验人性 因为人性真的经不起考验 尤其是绝大多数人经不起考验 那些真正能经不起考验 克服弱点 功成名就的人 也就往往被我们称为圣人 伟人 英雄 这样的人为什么少 因为他们克服了自己的弱点 当然为了把人性的这种弱点 或者说我们的贪婪 我们的欲望 变成为一种刺激我们进取的动力 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学说 各种各样的理论 尝试着把人性的价值 合理和情合法的体现出来 而不是表现出一种单纯的 纯粹的弱点 或者立根性 所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来表现人的价值 就是这么诞生出来 那么我之前也分享过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消费主义 浪漫主义 宗教话题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些主义也好 它都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学说 而西方政治与社会的乱象 简单概括而言就是 极端唯心主义成为社会显学后的结果 社会显学 回顾曾经的话题 简单的回顾一下 我是以前说过消费主义什么 是资本家通过宣传 让大家通过消费 自以为实现了阶层的跃升 实际上是资本家在剥夺 大众的初始财务积累阶段 让大众始终无法通过 初始的财务积累 完成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是社会中通过一部分 人对于奢侈生活的追求 鄙视劳动者 鄙视理性人 掩盖他们自身精神内核的空虚 以及缺少智慧头脑 宗教 通过抽象的神明概念 解读人们无法理解的问题 将问题的表象 归绝于人与人之间 现实关系的矛盾 简化 然后简单的升华了 人与神的抽象关系 从而将问题 隐藏在这种宗教的 这种话题之下 这都是违心主义 但是我不是说我要去否定违心主义 我要否定是极端违心主义 为什么 我说我不否定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伟人 圣人 英雄一样 他有坚强的意志 有的人可能确实需要一些精神上的关怀 不过我们要明白一点 违心主义的核心是 律己 是行善 是悟道 我们不能把这种 律己跟行善悟道的行为 强迫让别人去跟着一起 律己行善跟悟道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个人 是没有这种资格要求另一个人 强迫另一个人去这么做的 举个例子 审美问题 LGBT的问题 用《道德经》第二章的说法 天价皆知美之为美 思恶意 皆知善之为善 思不善意 什么意思 大众的心里 其实都有一个基于个人理解的善与美 以及对于丑与恶的一种理解 就是说大家心 就是我们常说的 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这是违心主义 因为这是基于个人理解的 对吧 对 但是当我们把一千人 一万人 一百万人集中起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变成一个集体 集体会基于绝大多数人对于美善丑恶的理解 找到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的底线 这个底线就是后来形成习惯法的基础 习惯法就是以这条底线为基础的 那么打个比方 当一部分人啊 比如审美问题 LGBT问题 当一部分人把藏室综合症当成美 LGBT当成美 变态当成美 不健康的那种瘦弱小当成美 整容把玻尿酸当成美 而且还不断的灌输给年轻人 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用大众不能接受的 无法理解的审美方式 然后再通过媒体舆论 道德绑架的方式 强迫大众接受 然后呢 你不接受 就大言不存的说 你是歧视 这个是典型的专制主义 这是属于典型的专制主义的独裁啊 对吧 你凭什么强迫别人接受你的审美啊 而这就是所谓的极端违心主义成为显虚 因为唐室综合证在全球70亿的 70亿80亿人口的这种范围 有多少人是唐室综合证 有多少人是LGBT 没有很多 他的比例很小 那你凭什么用1%到5%的这么一个人口比例 让另外95%的人去接受呢 凭什么呀 而且你知道审美是基于他有一个标准吗 还是基于你自己设定的一个标准 让强迫大家接受呢 对吧 所以这是唯心主义 极端唯心主义成为显虚 那还有宗教也是 宗教也是极端唯心主义的显虚 成为显虚的一个过程啊 我曾经说过 基督教的发展是罗马皇帝决定的 对吧 罗马皇帝决定了你是不是国教 罗马皇帝决定了 通过尼西亚大会决定了 耶稣到底是人还是神 合着半天 你是不是神都是罗马皇帝 这个人决定的 那你这个宗教到底是神的宗教还是人的宗教呢 而在此之前 基督教只是犹太教中东一个 犹太教当中的一个分支一端 一招成事 成为显学了 出了问题 为什么 你的逻辑没有办法自洽 没有办法循环 而且你基督教成事之后 你的攻击性太强 一群人信上帝 然后到处宣传 信上帝 德永生 不信上帝就是异教 是异教怎么办 我代表上帝送你下地狱 说真的 如果这群人 他只是在自己家里面做祈祷 没人在乎 你自害一些呗 你又不影响我的生活 但是这群宗教信上帝人 他干嘛 一手拿圣经 一手拿着剥皮刀 故然闯进别人的家园 告诉他 你信上帝就把土地交出来 不信上帝 我把你头皮给你剥下来 这种行为 除了教徒自己不以为然 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在犯罪 而历史上 基督教的扩张全是这道逻辑 基督教是怎么扩张到东欧的 是他是怎么扩张到中东的 他是怎么跟中东 打十字军战争的 他是怎么在北美这边 土地上宣传的 等他们把本地人都消灭的干干净净了 自己再给自己洗白 没人给他洗白 只有自己给自己洗白 最后呢 曾经的原住民 全成了你教会的奴隶了 而你教会成了欧洲立场最大的地主 对吧 在大宪章那期我也说过 英国在宗教改革之前 全国三分之二的税收都是教会的 剩下三分之一的税收 还得是贵族跟国王在那抢 围绕大宪章在那抢 对吧 还有自由主义 在柏拉图那一期我说过 自由主义这个词是不可定义的 结果你西方是怎么定义自由呢 你是给他塞定义 塞完定义 你还要修改定义 结果目前来看 自由主义在现代西方 至少固件四个版本 版本1.0 古典自由主义 版本2.0 新自由主义 版本3.0 新古典自由主义 版本4.0 现在的泛自由主义 哪一套标准 你让公知职人去说 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说的自由 是哪个版本的自由 结果他们只说一提到自由 满脸向往 自己都说不清自己 理解的自由是哪个版本的自由 完全沉浸到自己的意义当中 然后还强迫别人 接受他们的意义 这就是所谓的显露出来 显学 唯心主义本质是 出世的隐学 什么叫出世的隐学 就是我可以憋在家里自害 对吧 我不会强迫别人去接受 我呢 对于比如说我唯心主义 他对于人家的价值体现 可能就表示 我躺平就好 我快乐就好 我不需要别人怎么去看待我 对吧 这是唯心主义的体现 但你能把这套标准 放在社会中 让所有人都接受吗 不可能 这就是后来出现唯物主义的一套 人的标准的逻辑 那你要成为一种社会标准 就像我说的 你得需要绝大多数人 找出一个共识 找出一个底线 而且大家都能接受的 西方为什么会出现一套又一套的乱象 宗教看得起LGBT吗 LGBT看得起美女权吗 环保看得起这肉食主义者吗 素食怎么看待环保呢 这些唯心主义 每一个组织 每一个集体 每一个群体 他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他都希望别人接受他的这套标准 结果就是谁也不能接受 谁也不能理解 谁也不能融洽 他就乱套了 就这么简单 而政客呢 政客在那边就是 这边贴个标签 那边栽个标签 就完成了自己的一套 如何获得权利的过程 也就是民粹主义 这些东西我都以前说过的 而且维性主义 现在西方这套维性主义 还有个什么问题 就是他全在说 个人怎么说 我个人觉得应该这样 我个人觉得应该那样 我要个人如何表现出来 可问题是 打个比方 我有贵族头衔 我就是贵族吗 我有高阶牧师的身份 难道大家所有人都认同吗 上一期我在做宗教的时候 评论区里面多少人都不认可 我是牧师的身份 我说我伟大 谁认识我呀 谁觉得多 谁觉得我多伟大呀 如果我再极端点 我学个美国人那种 张狂的个人表现 与疯狂的展现 那搞不好我的父母 会把我送到精神病院 被人研究了 对吧 每个人都想表现自己 每个人都希望 通过自己的表现 让别人认可自己的价值 那么这个社会 就没有一个标准 一群各怀心思的 极端维性主义 在那自海 乱象频繁出现 唯物主义辩证理论 是什么问题 是什么特点 是什么逻辑 人的价值 不是个体决定的 我 谁认呢 对吧 人不能脱离社会 而真正意义上的独自存在 而社会本身的运行 又少不了 许许多多的人 在一起运作 所以人的价值 不能被个体决定 只能被集体决定 那大家肯定 尤其在中国也好 在西方也好 肯定都出过这样的说话 比如说 这家餐馆的口碑很 这位员工的工作很努力 那名学生的学习很刻苦 某位教职的品德很高尚 我们为什么给出这样的评价 这种评价就是集体决定了一个个人的价值 在同一个行业或集体中 一个人做到了他能够做到的极致的优秀 那么我们所有的人作为一个集体 自然就会给这个人肯定的 肯定他的价值 并给予他足够的赞赏 那这样一个人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对不对 而不是说这个人 那明明学习很差 工作很不努力 然后还在门 工作很不刻苦 学习很不努力 好吃懒做 然后还自已 还说我很伟大 伟大哪里 你做出什么贡献了吗 你做出什么优秀的表现了吗 你让我们谁看到 你真正做了某种极致优秀的吗 没有 那么有肯定的说法 又有负面的说法 负面的说法 在90年代的中国 我小时候就经常听到这么一种吐槽 说你行你就行 不行也得行 说你不行就不行 行也不行 既然是吐槽 那必然是贬义的 为什么是贬义的 因为这句话里面 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 一个人的价值并不是经过集体商议 而决定出来 而是某一个劣质的领导 任人为亲 自行决定提高或贬低 某一个人的价值 这就是不合理的现象 不合理的现象如何解决 那公知之人又说 推翻政府 民主自由 说的好 要民主自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民主自由 或者说西方这条理论里面 你会发现 他是真正做到任人为亲的 你比如说特鲁多上台 特鲁多的 江大总理特鲁多上台 特鲁多上台选的那个内阁 请问他这帮内阁成员 有谁是真正意义上的 有实那个执政经验的 没有 他是按照标签选的 这个人总选一个 那个群体选一个 最后选出个内阁 民主自由 如果真的是合理能够决定一个人价值的话 他怎么能够让一个卖过银的体操运动员 当上的外交部长呢 大家知道我说是哪个人 就是那个360度跟180度分不清那个哥们 那共产党我们常说是什么问题 就是实事求是 要不断的进行反腐斗争 不断的改革 不断革命 不断发展 但是这听起来像空话 但是这种空话 其实那个的含义是什么 就是我们有这么一种说法 就是存在即合理 要错 存在不是因为合理 存在有些问题的存在 是因为没有完成改革 没有完成革命 没有完成发展 没有完成集体力量的升华 没有完成以上这些事情 不合理的现象就始终存在 存在只是表象 内核的逻辑没有理清 没有解决 没有完成 我们就指我们做出的任何改变 都只是打补丁 治标不治本 一个新的标 而新的标准无法建立的时候 我们为了暂时的维持稳定 社会的稳定 只能沿用旧有的一条标准 结果呢 是什么 就是很多人的价值 无法被体现出来 导致了社会中产生了不满的情绪 那这种不满情绪 难道是中国只有的吗 没有 各个我家都有这种不满的情绪 要不然你看 这个西方为什么 整这些群体为人都在打架 他本身也是不满 为什么不满 我的价值没有得到体现 所以就不满 说到这里 做个小节 做个小节 就是人 我想说什么 就是人的弱点是什么 是对于追求上的极端表现 你克制了弱点 就是圣人为人英雄 我们绝大多数人 都有弱点 有缺点 但是我觉得 你只要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 你没有去挑战 社会与大众的底线 你的这些弱点跟缺点 并没有严格意义上 说伤害到别人的利益的时候 我们依旧可以 做一个比较开心的普通人 即便有一些弱点跟缺点 另一个就是 唯心主义跟唯物主义 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这个不要说二元论 也不要这个废黑记牌 只不过要考虑的是物极必反的一个道理 一定要理解 唯心主义跟唯物主义 走向了极端 都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有害的